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琴枪是流传于我们西北五省的主要剧种之一 因为陕西简称琴 就是在琴地所唱的唱枪就叫琴枪 琴枪这个音乐它是高康 积乐 洒脱 它正好和游戏过程中拼杀 搏斗 围拱 智取 胜利 就和这些过程我就觉得琴枪这个剧种的音乐和它是非常合拍的 所以说是这次又要用琴枪和这个流行歌曲来一块结合搞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意 第一时间的感想 首先我对这个项目充满了期待 因为CS GO我现在还在玩 至于它能和琴枪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期待这个项目 因为我作为整个项目的一个作曲音乐部分设计者来讲 我希望能把琴枪和CS GO这个游戏 能够两个不搭杆的东西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而且能把它弄得非常好 游戏让玩家们一听能够 其实这就是我的期望值 这次呢它是用这种摇滚的这种曲风来演绎这首歌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 我也觉得很新奇 所以在录制的过程中呢我非常兴奋 也有一种新鲜感 这次的难点呢 其实就是摇滚部分和琴枪部分的融合 这一块在作曲和制作上其实都是最大的一个难题 因为琴枪呢我们想把最原始的琴枪状态保留下来 所以在整个配器上我并没有用更多的这个弦乐组啊 常规的乐器来做 我直接用的是纯粹的打击乐 加上赵老师豪迈的声音 但是到了摇滚的地方怎么过度 怎么能让人马上又到了最新最潮的这个时候 这种音乐感觉呢 这是整个作品中我认为最难的一点 我们在调性上啊 还有在很多作曲手法上都和编曲老师 我们进行了很多次尝试 那最终这一次的版本呢 也是在这一稿之前修改过很多次了 希望这一次的尝试啊 这两个认为最难的点啊 能把它有机的很好的把它发挥出来 我演唱的是我们琴枪的经典唱段 《龙凤城祥》中孙上香的韵白 在这出戏里边孙上香也是一个刀马蛋形象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故事 喜欢这个戏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琴枪传统记 《龙凤城祥》 我拿到歌词以后呢 我就和另外一位琴枪这个作曲老师 罗老师 我们就在会商量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结构输入出来 我们所认为好的 但是听众们不一定认为 这个它能接受 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接受度 让大家既能听到原汁原味的东西 又能有更好的东西把它包装出来 就是要按年轻人这种喜欢这种节奏 然后要用我们琴枪这种高亢的旋律 更好地把它借鉴到这种作品中来 发挥它的悠长来为这个作品服务 我虽然是一个陕北人 但是我是从小听着琴枪长大的 我觉得琴枪是一个特别摇滚的一个曲调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摇滚乐的B组真的是琴枪 这次五周年的这首歌琴枪还有4S都是一个特别摇滚的事 因为我们觉得4S游戏它是一种团队的精神 我们玩乐队也是一种团队的精神 因为4S从小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一个对于来说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一个回忆沙 然后能唱这样的我们的主题歌 对于我来说我非常非常的荣幸 因为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玩游戏的一种快乐 和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 随着我们国家的越来越强大 国潮是必然的 所以无论是跨界和融合 我们传统的东西展现给世界的就是自信 必然是最好的东西 就是说从事这个游戏专业的人士 把琴枪的音乐能够更多的注入到游戏的音乐当中 比如说我们琴枪的打击乐 当他埋伏的时候就可以用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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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哎就注定瞄准了把那个人打死了 然后就说还有琴枪的反护 这就是表现他或者说寡不敌众或者被别人打败了 然后他逃跑以后 他的一种沮丧的失落的一种表情啊 然后再就是琴枪有很多很多的版式和旋律 可以表现不同的游戏的场景啊 我觉得在游戏中体验是最直接 最能验证我们工作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不如让大家真实的体验 戴上耳机拿着鼠标啊 直接就开始带来的这种重心 希望回首我们也不化 希望阳山尽未分辨 可以提前我们是反恐惊弦 好 好 啊